第四章就是这个房子 治好了光绪爷的圣洁十一 承绍仲和索菲亚自川岛太郎走后 来宾西法尼亚大道八号的次数不是少了 而是多了 这不光因为索菲亚与詹姆斯 玛丽是同班同学 而玛丽常留宿在詹姆斯这里 索菲亚要找她就只有来这里 也因为承绍仲位在课外巩固英语学习效果 需要经常来找唐仁杰进行课外补习 唐仁杰是从中国香港来攻读法律的 现在乔治成大学法学院三年级攻读法学硕士 他为承绍仲他们中国留学生预备生补习英语 是经校方特别批准的勤工俭学活动 但这种课外兼职收入不多 而唐仁杰香港的家境比较贫寒 能给他的助学之资实在有限 所以他只能维持贫困留学生的经济水平 经常要在别人的阶级下度日 承绍仲位早日完成英语补习 好尽快开始西医学业 平时也尽力阶级他 这样他们很自然成了相互帮助的朋友 经常阶级唐仁杰的 还有个中国奉天来学医的留学生 叫方志武在乔治城大学医学院 三年级攻读硕士 比索菲亚 玛丽和詹姆斯他们还高两年 方志武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表执 出身也是豪门 所以手头宽冲 一向挥金如土 他有时来唐仁杰这里逗留太晚 就住在唐仁杰那间屋子里 宾夕法尼亚大道八号 共有两间卧室 詹姆斯和唐仁杰各住一间 其余客厅 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 这就经常发生流速的方志武 和同样也是流速的玛丽 在卫生间这一公用设施里的不妻而遇 对于美国姑娘玛丽来说 姓辉或是上帝给青年人的特别放纵权 在与同是百种人的詹姆斯 同居了许久之后 对来自东方的小个子 黄种男人也产生一些异性的好奇 便在与方志武不妻而遇时 做些类似恶作剧的玩笑动作 本有纹固习气的方志武 对这位屯肥 乳风的白人姑娘早就垂涎三尺 见了玛丽那令上帝也疯狂的挑逗 哪有不买账之力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便一拍即合 开始时是在卫生间里 简短的相互爱抚 亲吻 后来有一天 两人便趁唐人节上课时 拿了他的钥匙到他房间里 着实及热烈的消了刺魂 那以后 玛丽的去找詹姆斯 或者方志武的去找唐人节 便都变成了一种借口 而实际目的和内容早已有了质的更新 正应了中国那句俗话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方志武与玛丽的地下恋情 很快被詹姆斯感觉到了 素有绅士传统的英国男人 虽然在性意识方面的开放态度 也不落后于世界上最开明的民族 但那种虽然有些过时的绅士的自尊心 依然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他便在有一次把自己的美洲豹车开到方志武面前 应该刹车的时候 故意踩错了油门 猛然把方志武的双腿全部撞成骨折 然后他又连忙做大惊状 去把方志武立即送进了医院 当晚詹姆斯就席卷了自己的行囊 和美洲豹车一起不见了 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当玛丽大叫着 他的所有信用卡都不见了的时候 大家才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而当玛丽终于得到方志武的公然资助 并一直陪他住在医院里照顾他时 大家才渐渐悟名 方志武骨折与詹姆斯离去间的内在联系 许多疑问便在没人关注了 而当玛丽最终把实情和盘告诉索菲亚 索菲亚又忍不住透露 给每一位莫名其妙者之后 事情的全部真相也就一清二楚 但涉嫌故意伤害罪的詹姆斯已经逃逸 而方志武心虚也没请律师戴维追究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问题出在治疗 按方志武的经验 这种骨折在国内由医生用手反复捏过后 用木板夹住 吃半个月药就能接好 也就是说 这种病最多一个月也能痊愈 而现在乔治城大学医学院住院部的方案是 先切开皮肉将断骨用金属板和金属钉固定 然后缝合伤口外面打上石膏 卧床用药治疗 等50天断骨接好后再进行二次手术拆除金属固定物 前后约需三个月或百日时间方志武不祥采取西医治疗方案 希望程少仲用中医治法为他治疗 出于对方志武平时周济的感激也好 出于对本民族医药威力的信赖也好 唐仁杰也支持方志武的想法 便出面替方志武请程少仲帮忙 尽快把方志武的骨伤治好 程少仲自幼随父亲治过许多骨伤 对此有相当把握 手头也带了许多云南白药来 是接骨特效中药 但他涉与美国法律不敢煽动 便向一副布朗转述了唐仁杰的想法 征询他对这件事的意见 布朗认为按美国法律方志武 自己有选择医疗方案权 但程少仲无治疗资格 后来他请自己的律师出面 替方志武与他本人签了一份自愿 请程少仲参与用中国气功试验治疗的合同 合同中程少仲是被方志武按中国气功记忆所有人身份 邀请参加布朗给方志武的治疗的 只负责守法复卫根本没提及中药的内容 然后由程少仲实施守法复卫 并经布朗用X光检查认为很成功 还拍了片子作为证据 这样再由布朗施治 而服用云南白药的过程 完全是方志武自己购买中国某种食品 以辅助治疗 与程少仲无关 这样程少仲等于只参与了一次气功辅助试验行为 总算勉强合乎了美国的法律 在后来的日子里 为促进方志武的断骨早日结好 程少仲又给方志武提供了一份 中式骨商保健食谱 故意不称为药方 内容是甜瓜子120克红糖60克 先将甜瓜子炒黄盐细 然后用红糖调匀 共分六次 每日两次温开水浮下 当时华盛顿还没有唐人街 而这些东西只有中国图产品店才有卖 唐人街便专门开车到200公里以外的纽约唐人街 去买了五份 总共15天的量 帮方志武炒好 言戏服下 半月后 由布朗安排X光拍片 断骨果然已全部结好 方志武拆掉木板 试着走了走 确实正常如初 这让布朗也大吃一惊 虽然他在中国太医院时 听说过中医接骨的神奇 但没亲自见过 这次亲自参与比想象的效果更好 让他由衷探服 这件事由布朗在乔治城大学医学院广为传播 承受众的中国气功和接骨保健食谱便成为人们一段佳话 为答谢伤病期间各方面朋友的真诚帮助 方志武特地请大家去华盛顿故居做了一次郊游 他们是乘坐华盛顿运河上的游船去的 早晨8点30分 游船从大手大脚公园对面 运河与波多麦克河交汇处的码头准时出发 如果说波多麦克河的风采是由众多曲线跌宕 完转所描绘出 华盛顿运河的韵律便是由开阔平缓于少有曲折构成 两者的前方都是海洋 但波多麦克河曲曲弯弯的流经充满恋恋不舍 因而显出许多牵挂 也便多缠绕了一些绿色的山巒 而华盛顿运河的宽广与顺畅 更让人能感觉到一种豁达的深沉 视野前方虽少了一些不断变换屏障的优趣 却也能在开阔与浩妙中引发人的许多瑕疵 尤其在河面上成群结队的白色海鸥上下翻飞之时 更能牵动人的情怀 游船分上下三层 最下层是餐饮空间 整洁而充满好闻的奶油香甜 背景音乐低回的是蓝色的多脑河的旋律 不想到上面吹风的人 倚着弦窗 张望不时掠过的海鸥和两岸如画的风光 或闭其眼睛感受背景音乐的优美意境 当时很惬意的享受 中间一层是半封闭舱 从下面一层端了饮品到这里选个座位坐下来 迎风慢慢戳饮 让爽风梳理着头发 任浪花溅起的水珠被风的手偶尔甩给你些许 既刺激又有性味 最上一层是开放舱 除了栏杆再无遮蔽 可用面包直接斗饮海鸥来咸取 也可协以围栏留影拍照 做种种迎风展翅的浪漫动作 把最开心的瞬间通过镜头制作成永恒 游船前进方向的左侧是马里兰州的青山绿水 偶有红瓦白墙在其间隐线 右侧是弗吉尼亚州的美丽城乡 林阴路和花园洋房交替出没 驶过几座横跨河上的威俄大钢桥 游船便进入两岸青山相对出 一线蓝天威夷去的河段 承哨众开始和布朗在底层舱里边喝咖啡 边讨论中国云南白要在治愈骨折方面的药理学原理 后来索菲亚来动员他们暂停讨论 到顶舱去照相 承哨众和布朗便来到顶舱 任索菲亚、玛丽、方志武、唐人杰摆布 和他们分别照了合影 又请其他游客协助给所有同行者照合影 方志武此时已完全公开了他和玛丽的关系 所以特别揽着玛丽的腰勾着玛丽的肩 贴着玛丽的脸照了几张合照 同时又照了张玩笑照 由玛丽对着方志武用口香糖吹出个大大的泡泡 方志武则搓起嘴去吻那圆圆的口香糖泡泡 很像一幅推销泡泡糖的甜腻广告 这个镜头使大家的船上拍照活动掀起个小小的高潮 为了让程绍仲对此次访问 华盛顿故居活动的主题有所认识 唐人杰特别给他介绍了华盛顿这个人的身份与业绩 他告诉程绍仲 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 他领导了美国人民的独立战争 成功地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783年9月3日 在法国巴黎签订了英美合约 并在1787年5月起主持召集宪法会议 曹尼出美国国家公法联邦宪法 再经过一年多广泛向社会各界征询意见 于1788年6月21日最后完成这部大法 华盛顿作为美国首任总统对美国的贡献是卓越的 因而受到美国人民的爱戴 华盛顿是所以叫华盛顿市 市内所以高耸着纪念华盛顿历史功绩的封碑 脚下这条和所以叫华盛顿运河等等 都因为华盛顿其人是杰出的值得纪念的 不光美国人民爱戴他 中国也有许多他的崇拜者 咸丰三年6月初七日 福建巡抚部院大中城徐继社在其所助迎环制掠中 对华盛顿曾大家赞美 说他华盛顿一人也 岂是勇于盛广 歌剧雄于曹 刘继以提三尺剑 开万里将乃不见卫号不传子孙 而创为推举之法 己于天下为公 忽三代之一役 其治国崇让善俗 不上武功 亦加炯于诸国义 于常见其画像 气貌雄义绝伦 乌乎 可不为人节已栽 美利坚和众国之卫国 福元万里不设王位之号 不寻世纪之规 公器复之公论 创古今未有之局 义和其业 太习古今人物 能不以华盛顿称首灾 唐人杰解释 徐继奢的这段话时 特别把华盛顿 提三尺剑 开万里将后不自封老大 也不把职务传给子孙 搞封建成席 而是首创 推举之法这一点 着重讲解了一番 然后又说 徐继奢称赞由华盛顿 创立的美国 尽管福元万里 但不设王位之号 没给任何一个人 以特权 这种敢于 不寻世纪之规 创古今未有之局的做法 说明中国封建 王公大臣中 也不完全都愿意搞封建 徐继奢本身就是开明人士 还说 可惜中国像徐继奢这样的 开明人士太少了 不然大家一起站出来 要求袁世凯 趁清朝皇帝下野机会 索性像华盛顿这样搞 在中国全面实行 推举之法 不寻世纪之规 创古今未有之局 那就太好了 唐人杰这样说的时候 显得很冲动 很振奋 承少仲没有想过 唐人杰憧憬的推举之法和 不寻世纪之规 创古今未有之局 这类很高深的事情 他一直认为 这种问题 只能由统治国家的人去想 去做 而他的使命是 继承复制复业 在这方面 他认为复业子承 没什么不好 复业不由子承 由谁来承呢 他猜想唐人杰 所以说复业子承不好 可能是因为唐人杰的父亲是无业者 无业者的儿子 当然不希望子继赴业了 不过他认同唐人杰和那位徐姓巡抚 对华盛顿的赞美 看来华盛顿毕竟是个好说话的人 他起草一步宪战 他起草一步宪法和人民商量一年多 不向中国皇帝们动辄下照发令 对部队都得照办 一点没有商量 仅从这点说 他就是个好总统 上午时时许 由船上的汽笛骤然发出一串寥量的长明 索菲亚跑过来大声嚷道 福农山庄就要到了 2. 华盛顿故居福农山庄,坐落在紧邦华盛顿运河右侧的一道山梁上,它的周围由树林和草地映衬,草地上东一簇,西一簇开放着黄色、紫色和白色的小花,小路曲曲弯弯连接着码头与福农山庄的建筑群。 有松鼠与黑色小鸟在其间歌舞嬉戏,正是承哨众在白宫草坪上见到的那种,他们一点不怕人,游客们沿着小路,穿越树林和草地走向福农山庄一路上,索菲亚和玛丽也欢悦着如小松鼠和黑色小鸟,布朗泽快乐地向孩子情不自禁唱起了歌。 九月的野花悄悄告诉我,秋风已经在草地上吹过。索菲亚和玛丽立即一边一个挽起布朗的胳膊,和她一起一边走着一边接着唱道,快快去收获你的爱情,早一天就多一份欢乐。 他们走的小路通向的是福农山庄的后遍门,所以进入故居建筑群时,最先映入承哨众眼帘的是华盛顿家的马舅。 里面陈列着一架明显具有十八世纪特征的马车,和当时也许很华丽,现在却很陈旧了的安具。 一块介绍马车的牌子上写着, 1787年5月9日,华盛顿就是乘这辆马车去达切斯特,就任大陆军统帅的。 马舅天棚上还挂着几盏马灯,马舅旁是库房。 陈列着农具,紧接着是面包房、厨房,摆满各种炊具、餐具,然后便是主体建筑物内大小不易的卧室,起居室、会客室等。 其中分布在一楼面积最大的一间摆着钢琴和许多座椅、沙发。 据说是华盛顿和夫人马沙举行家庭舞会的场所,但在成少众眼里,这个家庭舞厅实在太小了。 不要说与北京皇宫里的宽敞没法比,就是比他家的回春堂怕也是太小家子气了。 后来,他们又浏览了华盛顿家男女仆人当年住的通铺木屋,和他家酿酒、屠宰用的一排简易棚屋,以及果园、菜园和鸡舍、鸭舍。 最后,大家汇聚在院中央的大草坪上照相留念时。 程绍仲对此次郊游得出的印象很一般,没什么意思。 堂堂美国开国元勋的故居竟是这么一座普通农户的庄园。 不富丽堂皇,更不气派,只有那么一点田园之家的趣味。 五十几年后,他参观湖南湘潭韶山充伟人故居时, 默然想起这次郊游,好像感觉比现在要好许多许多。 那时他才明白,看惯了中国的皇宫和土财柱们的排场与阔气。 再去看华盛顿故居实在太普通,而蹲几天牛棚之后。 再看韶山充的伟人故居都已经视为小康。 再想想华盛顿故居便是很了不起的一座像样庄园了。 1912年9月的一个上午,程绍仲对华盛顿故居的评价是, 想不到这么普通的农家却出了那么一位杰出的美国元勋。 唐人杰则不同,他对这次郊游的感觉出奇的好。 他切实地考察完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可以出一等一级的国家领袖后, 心里有底了, 比较一下自己在香港的家。 觉得虽不具有这么大的规模, 但按照比例等减的话, 他的家庭环境出个华盛顿市的市长还是应该可以的。 而对于他来说, 这就足以, 起码相当中国的一个北京市长力。 这样, 他摆出许多具他自己认为有领袖风度的姿势, 让大家确认后由方志武给他拍了照。 回来的路上, 唐人杰一直独立在顶仓最前端的迎风处, 双手紧掐着腰, 一副傲然挺立的模样。 他本想让方志武再给他拍一张这种姿势的照片, 但方志武说底片用光了, 美光灯泡也没了。 他就很沮丧, 说我刚刚找到领袖的感觉, 可惜。 去华盛顿郊游回来后, 唐人杰一直不声不响, 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不吃不喝。 方志武和玛丽来看他, 以为他又没钱了, 便掏出一把钱给他, 不料, 唐人杰却把钱推了回去说, 不, 今后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应该向华盛顿学习。 提三尺剑, 开万里江轰轰烈烈干一番。 那天晚上, 唐人杰趁承少仲又来补习英语, 拿出笔记本和他询问了许多中药小燕芳, 一一记载本上, 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同时, 还向承少仲索要了几种, 随身带来的常用中成药, 并借了几本中医的书。 又是一天晚上, 承少仲和索菲亚载到唐人杰那里去时, 唐人杰已经携带东西离去, 只在床上留下一张纸, 上面写着一首诗。 不要问我去了哪里, 我和我的理想在一起。 不要问我去了哪里, 我和我的梦在比翼。 如果有一天哪里发生了奇迹, 你同时便会听到我的名字, 那奇迹便是我送你的礼物。 它会告诉你我离去的道理。 拜拜, 再见。 Nabs, 哥们儿, Your time, 你们的唐, 三。 唐人杰走后, 英语补习班换了一位女, 中国留学生刘畅接替唐人杰的课。 刘畅是乔志成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 平时和男朋友同班同学魏强在一起。 下课后, 两人对对双双, 轻轻握握。 使成少众的英语补习无法再吃小灶。 布朗回国后, 应一家出版商之邀, 撰写我在中国当寓医义书。 因为已经签了合同, 交稿日期不能拖延。 这样, 他在医学院任课之余, 时间安排比较紧。 无法抽出太多时间陪成少众, 补习英语。 麦克因参加了学校棒球队, 业余训练忙得不亦乐乎。 已经有好久没时间陪成少众出去逛街了。 再说, 他的汉语水平太差, 也帮不了成少众多少忙。 而布朗夫人霍曼与索菲亚汉语就更差, 正在利用每天与成少众接触的机会抓紧学习。 以历日常的沟通。 现在, 他们连口带手一起。 单独与成少众交流已经不太困难, 这就很是难能可贵。 再要他们帮成少众练习英语完全没有可能。 最后, 没别的办法, 只好有索菲亚陪同成少众每天去挤方志武的时间。 方志武是自己常租一座house、 别墅。 在马里兰州往返路程很远, 不像宾夕法尼亚大道8号那么近在咫尺。 不过, 好在有索菲亚的沃尔沃车, 四五十分钟也就开到了。 只是每天晚上, 要在路上浪费近两个小时的往返时间。 当然还有汽油。 可索菲亚说这没什么。 成少众既然是父亲的义子, 也就是自家人。 自家人费点汽油还值得一提吗? 方志武那方面当然也很热情、认真。 这是因为成少众刚刚帮他治好骨折。 作为报答, 他也应该尽心尽力。 所以, 成少众说按美国的惯例给他补课报酬时, 他连连摆手说瞧不起他, 成少众当然也不好勉强。 就这样, 成少众白天上补习班听课, 晚上请方志武强化辅导, 没出一个月。 英语绘画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布朗给他制定的标准。 也就是说, 从八月下旬到达美国后, 仅三个月多些的时间, 成少众就基本完成了英语日常绘画的学习课程。 为了让方志武和玛丽有充分时间, 单独庆祝感恩节。 成少众前一天晚上请他们吃了晚饭, 并说节日晚上就不来打扰他们。 但感恩节这天晚饭后, 索菲亚还是按往日的时间, 催促成少众上了沃尔沃车, 并依然按往日的路线把车开向了马里兰州。 Where we will go? 去哪儿? 成少众用英语问。 Good place, 好地方。 索菲亚回答道, 然后朝成少众挤了几眼睛。 成少众三个月来和索菲亚朝夕相处, 已很熟悉了她的热情与任性, 此时预感她可能会有什么新花样。 便不再追问, 任由她把车开得及驰如飞。 不知拐了多少弯, 沃尔沃车驶进了一片白化树林。 在前行不到一分钟, 白化林尽头出现了一片映满五彩灯光的湖水。 索菲亚扭过脸对成少众说, Harris, Angus Lake, 到了爱神湖。 爱神湖? 成少众听到这个名字。 不由心理一动, 透过车窗眺望夜色中的湖面上, 飘荡的不仅是五彩的霓虹灯光, 还有许多雪亮的光柱从湖边草地上直照着水面。 细看都是汽车大灯里发出的, 才知道今晚到这里来的不光是她和索菲亚, 还有许多驾车而来的杰族仙灯者。 而且, 从串串霓虹灯勾勒出的建筑物轮廓看, 这里并不是人际罕至的荒郊野谷, 而是城里人静香光顾的郊外消闲的一个风景点。 You see all are moving? 看到吗? 都在动。 索菲亚指着那些发出光柱的车头说, 程绍仲立即看清, 许多雪亮的光柱都在轻轻晃动, 这之前她一直误认为那是湖水水面在波动。 怎么回事? 她问索菲亚, 用的是汉语。 你应该明白, 索菲亚这样说着, 双手顺势勾住程绍仲的脖子, 眼神里发出明亮的光。 程绍仲在看那些轻轻晃动的雪亮光柱, 便豁然明白了原来里面的人在。 她在收回目光看索菲亚时, 她已经把手伸向她的小腹, 在那里轻轻抚摸着, 我要, 我是你的哥哥。 程绍仲移开索菲亚的手说, 我要。 索菲亚又把手移回来, 我已经有了妻子。 程绍仲再次移开索菲亚的手说, 我要。 索菲亚再次把手移回来, 程绍仲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了。 四, 程绍仲虽然疲倦得很, 可就是睡不着, 她的心很乱。 感恩节, 她此生头一次经历的美国杨洁。 她真的感恩了, 对索菲亚, 这个让她无计可失的美国姑娘。 当然, 她承认, 这是她预料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 从最初那次, 她半夜敲门, 进的屋来, 莫名其妙大笑, 特笑一番而去开始。 她就有了这种预感, 从她疏远穿倒, 向她快速靠拢那天起, 她就有了这种预感。 从她最近越发与她形影不离, 她就有了这种预感。 现在, 这预感已被证实, 已经成为却确凿凿的遭遇。 她只说了三个我要, 就这么简单。 她就乖乖地顺从了她。 是自己太没做怀不乱的意志吗? 不, 她不肯承认, 如果那样, 怕是早就和二而已了。 还会等到今天吗? 但是, 不承认的同时, 她也有些心虚, 如果却有坐怀不乱的意志。 为什么最终还是向索菲亚让步了? 还有, 许多天来, 为什么常常在梦中与索菲亚轻轻握握? 为什么每见到索菲亚那猫一样的眼珠儿, 心里就甜? 反之就苦。 为什么同索菲亚一起练习英语效果就好? 反之就差。 这一切都说明她承受众心里原属于和若汉的位置。 又挤进了个索菲亚来, 这样, 妻子的含义早已不仅仅是和若汉一人, 而是两张校叶组成的一簇并地莲花。 所以, 不承认在索菲亚面前已没有坐怀不乱的意志, 显然是不行的。 意识到这一点后, 承受众不觉脸红了。 从城门不纳妾的传统家风来说, 她已经为了祖训。 从与和若汉的海誓山盟来说, 她也已背叛了她。 那么, 她还应该一如既往那样评价自己的人格吗? 她今后在义父布朗夫妇面前, 还能那样一身磊落, 满脸坦然吗? 还有, 给家中人写信特别是给和若汉写信时, 还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吗? 想着这些, 她便难以入睡。 父亲当初让她拜布朗先生为义父, 以及坚持送她来美国学习。 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为了一代更比一代强。 要让城市门中出过御医之后, 再出个学冠中西的杰出医生。 同时, 也使中医国粹用西医庙法充实后, 白痴干头, 更上一层楼以便跟上时代的进步。 现在, 学业未成, 先暗中纳了位美国小妾。 在这方面, 时代的进步肯定是跟上了。 或者说已经领了国内同胞之先, 可这能在故去的父亲面前夸耀吗? 能让九泉之下的严父不伤心落泪吗? 想到这里, 他很惭愧便劈意下床, 躲到窗前, 拉开窗帘, 向外张望。 正是拂晓前万籁聚集的时刻, 宾西法尼亚大道满街欢庆感恩节的彩灯 还在热烈地闪烁。 美国真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把夜也打扮得亮如白昼。 在中国, 大年三十的除夕夜和正月十五的花灯夜, 也仅是亮那么几个时辰, 其他日子一年到头除了月照, 总是漆黑着, 看来民族不同, 地狱不同, 习俗心理也大不同, 美国人崇尚光明氛围, 宁愿花钱去买灯光, 也不愿被黑暗笼罩。 而中国人信奉阴阳法则, 习惯黑暗像习惯白昼。 承哨众区只算了算, 中国现在已尽冬至季节, 要王庙地区一定是银庄宿国了。 在联想和若瀚的认身状况, 农历四月初八节的婚, 父中胎儿已经七月有余, 再过两个多月, 也就是春节过后, 他也该当父亲了。 一想到当父亲, 承哨众便有些激动, 二十年来身为人子, 接受教育修养身心。 现在, 教育他的人刚刚过世, 该由他教育的人就要出世, 他便隐约赶到了肩上的分量。 这样想着, 他转回身, 从床头柜中取出前几天刚收到的家中来信。 这封信一部分由哥哥程少博撰写, 另一部分由妻子和若瀚撰写。 他已经看过好几遍, 现在, 他又展开妻子和若瀚撰写的那一章, 专门挑选其中一段有趣的文字读起来。 夫怀远至独活生地, 苦身摆布, 后谱一致, 妾甘遂君。 子忍东连桥, 相思滋味, 苦竹黄连, 半夏和欢, 玄富极去。 济奴奈何, 芒消聪荣, 问天南兴, 寇迈门东, 拨登新草, 寻。 千里光同一亩草, 供白头翁, 怀西赵子, 守望大海, 瑶柱摆。 和, 早修当归, 回乡守宫, 续断鸳鸯。 不足百字之文, 竟一口气用了三十七种药名。 连坠的上算达意, 看来这和若瀚近日研读医书还是很用了功的。 尤其早修一名的巧用, 说明他的知识面在不断拓展。 因为对全身的这一别称, 所知之人并不很多。 不经常开处方的人, 一般是不这么用的。 至于守宫作为壁虎的别称, 好像知道的人相对于早修要多一些。 但总的说来, 两种药名都不属通俗范畴。 和若瀚用得如此驾轻就熟, 这也说明他读医书已经不仅是入门水平了。 正在这时, 有人敲门, 这么早会是谁呢? 五。 进来的是穿着睡衣的布朗先生, 他看来是被什么问题困扰着, 眉头紧皱, 脸色也很难看。 程少仲心里不由发虚, 他担心布朗的脸色与他和索菲亚, 昨晚爱神狐的操行有关, 连忙让座, 显殷勤。 孩子, 我亲爱的密斯特成。 布朗这样说着, 痛苦地闭起眼睛, 轻摇着头, 我真不知该怎么和你说。 霍曼, 你的干妈, 我可怜的妻子。 近来一直被肾结石困扰, 你和他相处的机会少。 自然没发现, 他疼起来就像被魔鬼卡住了喉咙。 诺, 方才就是这样, 把我硬是吵醒了。 而不疼的时候, 又像完全没有这么回事。 我给他用过了我能想到的所有的药。 像麻醉止疼的氧化亚旦, 消炎止疼的阿斯匹林等等。 但只能缓解症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后的办法只能是手术, 人工取食。 可他的血压高得惊人, 让我很没有信心。 我记得你父亲曾经对我说过, 他给光绪皇帝处置过这种病。 用的是一种草药, 名叫。 布朗一时想不起那位中药的名字, 卡壳了。 金钱草。 承哨众替他说出了药名, 又说, 只用这一味药煎汤, 不断服用半个月左右就能把节食排出来。 OK。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说, 你也能处置。 布朗眼里露出希望的光。 问题是到哪里能买到这种药, 它是一种草本花卉。 每年早春开黄花, 像中国古代的铜币。 承哨众说, 只要能买到这种药, 就肯定能治好病。 看来又要跑一次纽约。 布朗说, 只有那里的唐人街有中药店, 让我先打电话问一问。 说完就走了出去。 承哨众非常庆幸布朗没有提到索菲亚的事。 又想到今后如果经常用得上中药, 他也确实应该抽时间去一趟纽约, 多采购些常用药备用。 布朗打通了电话, 纽约唐人街一家中药店, 恰好有炮制好的金钱草。 还有装承袋配污好的钱草化林汤, 用于石林尿穴的。 承哨众一听, 知道这是中医行家座堂的药店, 便顿时产生兴趣, 向布朗表示愿亲自去采购一趟中药。 布朗算算正是星期天, 就去喊索菲亚, 让他给承哨众开车去纽约。 索菲亚前几天和玛丽相约, 要找机会去纽约, 世界最高的帝国大厦和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 梅塞百货公司去观光, 便给玛丽打了电话。 方志武听说也要同去, 就相约两辆车四个人同行。 华盛顿, 纽约一带的冬天并不很冷, 除阔叶林有色彩鲜艳的红叶, 黄叶飘落之外, 其他树木和草地一样依然绿着。 沿路所过的巴尔地摩, 费城和新泽西州的城区花圃里, 仍有鲜花在开放, 洁白的鸽子在城里广场上悠闲地散步, 很绅士。 索菲亚似乎仍陶醉在爱神湖畔的柔情秘义之中, 边开车边用眼神与承少仲调情。 承少仲一夜没休息好, 开始车速慢时, 他还打得起精神与索菲亚几眉弄眼。 后来, 车速超过120英里每小时之后, 他开始感到大脑缺氧, 很快就睡着了。 带到承少仲被索菲亚含醒时, 车已经进入纽约, 刚刚穿越完曼哈顿岛长达三公里的炮台隧道。 接踵映入承少仲眼帘的, 是贺逊德和两岸林立的世界级船王们的大本营群, 美国海关大楼, 以及著名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 但在承少仲眼里, 所有这一切, 只不过是一片拥挤的高楼大厦而已。 他既不明白, 这些摩天大厦为什么要盖得这么高, 也不明白, 他们之间高矮胖瘦差别为什么这么大。 与他熟悉的北京故宫相比, 这里显得太杂乱无章, 也太无烟瘴气。 而且, 最主要的是, 这些摩天大厦似乎有些百花齐放, 全无尊卑贵贱之分。 他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 连开个药方都要讲究君臣左使。 建一座都市怎么可以如此五花八门呢? 唐人街的情况显然要好得多, 画动雕梁的牌楼之内, 两排重沿飞拱的大屋顶建筑临次致笔, 各式各样的中文招牌, 像各式各样的风筝, 在大屋顶上要人眼目, 让承少仲一眼边认出这肯定就是纽约唐人街。 然而, 找到那家药店后却让承少仲大失所望, 那只是挤在两家大型珠宝首饰店中间的一个小小门市。 里面除中草药外, 更多的是中国食品、调味品、 甘果、甘菜和中国无悉尼人阿福、 杭州丝绸以及天津杨柳青年画等。 看来, 店主人出于利润考虑把从中国进的货益股脑全摆了出来。 所以, 这不能算作一家纯粹的中药店。 但在当时, 它又是全美仅有的两家经营中药的场所之一, 另一家在旧金山的唐人街。 承少仲健壮, 知道认为有做唐医生的想法当然肯定是错了。 便依照货架上陈列的与药贵离所装的现有中草药品种。 简常用的分别买了许多算账时, 他发现这些药的价格比国内差不多要贵七八倍之多。 老板是福建潮州人, 见承少仲买了这许多中草药。 高兴之余又有些纳闷, 便请教承少仲姓名, 身份, 买这些中草药干什么用。 当他得知承少仲姓名, 身份之后大为惊愕地问, 你也叫承少仲? 也是来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留学的。 承少仲一听老板的话也不禁有些诧异。 反问道, 听你的语气, 还有一个来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留学的承少仲吗? 没错, 那老板说我和那个承少仲是一个月前认识的。 他先是从华盛顿专程来买甜瓜子和红糖。 后来没过几天, 他又来和我商量去洛杉矶联合办唐人诊所。 让我出药, 他来诊断, 专门给中国人看病。 你是说, 那个承少仲给人诊断? 承少仲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说他父亲是中国的御医, 有大把的宫廷秘方。 老板说, 你同意和他合作吗? 承少仲问, 没有, 现在美国的中国人还太少, 我这么小的中草药店都没生意, 哪还敢办诊所? 老板说, 那个人不是承少仲, 他本人也不是学医的, 更没有做御医的父亲。 方志武指着承少仲向前揭露说, 他才是承少仲, 中国御医世家, 你认识的那个叫唐人杰。 六, 梅塞百货公司让索菲亚和玛丽勒不思数。 这坐落于曼哈顿三十四街, 与百老汇转角的九层大厦里。 陈列的商品至少有四十万种之多, 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商品。 这里几乎应有尽有, 高峰期每天有十五万人光顾, 营业额可达一亿美元之多。 这些内容都是承少仲留在一楼转角休息时, 从介绍这座世界第一大百货公司的宣传品上读到的, 他和方志武一是作为男人本无逛商场的兴趣, 二是全都来自没有这等商业繁荣的国度。 没销售过这种琳琅满目, 对其中之乐不得要领。 三是当下都没有消费欲, 所以便听评两位女人去Market百货商场。 她们留下来享受顾客休息作息的舒适, 顺便欣赏燕妇们丰硕白腿的妙不可言。 从梅塞百货公司出来没用开车, 横过六马路后就到了坐落在五马路的当时世界最高建筑物。 帝国大厦, 承哨仲扬起头向上看, 根本看不到顶, 只感到整幢帝国大厦正在向自己轻压下来。 心里就紧张得不得了, 赶紧走进大厦里面去。 帝国大厦果然很有帝国气派, 102层楼竟安装了75部电梯。 每日不算游客, 光在大厦内办公人员就有25000名之多。 承哨仲一行从一楼乘高速电梯到86层下来, 再换成另一部电梯直达102楼顶层。 一出电梯门, 索菲亚和玛丽都同时尖叫起来。 方才在一楼时, 完全没感到风的存在。 现在, 感到风向一双无形的手把人推来推去。 连整栋楼都在风中不停晃动, 不由人们腿部发软。 而且, 气温一下子变得很凉。 索菲亚和玛丽分别扯住程哨仲和方志武, 寸步不离, 缩手缩脚往前走。 最后, 他们一同走进环形玻璃观光室箱挨着坐下来。 把脸贴在玻璃上向下面鸟看, 整个纽约籍方圆50英里之内的景物尽收眼底。 曼哈顿各街道上行走的人群全变成蠕动的蚂蚁群, 汽车则变成了火柴河。 回来的路上, 程哨仲一直陷入某种从未有过的思考。 纽约之行对他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 从中国到华盛顿虽然也有许多震撼, 但华盛顿那种领袖权威与政府权威明显存在的城市, 毕竟还有些皇权中国的影子, 而纽约则大不然。 它是民间的各种王们称霸的地方。 如果华盛顿可以形象比喻成一颗橡皮图章, 那么纽约的象征物就是一张绿色钞票。 美元在这里才是一切。 所以, 华盛顿平时气氛是严肃的。 而纽约平时的气氛是活泼的。 华盛顿矗立的是华盛顿纪念它。 而纽约矗立的则是帝国大厦和梅塞百货。 它原以为华盛顿就代表整个美国, 现在看, 华盛顿和纽约加在一起才可以代表整个美国。 它开始领悟到美国精神的真正内涵。 你在想什么? 索菲亚受不了承哨众的沉默, 问, 想帝国大厦为什么会那么高? 它设计就那么高。 为什么要设计那么高? 因为它要成为世界第一。 为什么要成为世界第一? 因为它们有实力。 为什么有实力? 因为它们发了财。 为什么它们能发财? 因为, 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 对, 它们能发财靠的正是美国精神。 什么美国精神? 华盛顿纪念塔和帝国大厦, 还有梅赛。 我不懂。 重要的是你已经拥有了, 也那么做了。 我? 恩亨。 比如想得到就一定要得到。 这正是我的性格。 所以, 你的性格已经渗透出美国精神。 回到华盛顿, 已是晚上九点钟。 程绍仲首先安排好给霍曼尖药, 这次他特地买了一把纯粹的中国药壶, 然后把买来的药一一向布朗做了介绍, 并说, 目前全美国这么小规模中药店只有两家, 价格也很贵, 要是在华人聚居区, 建立一家规模稍大些的中药店。 再配上懂英语的座堂医生, 肯定会大受欢迎的。 Yes。 我的孩子, 你说得很对。 布朗连连点头, 表示赞同, 不仅如此, 将来还要把中草药介绍给全体美国公民。 当然, 也许他们需要加工得很便于服用和吸收。 我看, 这件事就由我们一起来做。 正在这时, 有人敲门。 程绍仲正要去开门, 却听到索菲亚尖声嚷道, 密斯特唐原来是你啊。 唐人节, 程绍仲赶紧迎上前去。